直升美管制 健康不容打折 台中市政府依据台中市议会所通过的管制升美条例 我们没有误差值 我们会依据 第二个 台中市人我们的健康也没有误差值 从12月25号就任以来 卢秀燕市长领着29局全体总动员 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天空 蓝天白云 我们感动得不得了 这还不够 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 我们只有卑微的要求 我们是减眉市政 而不是真美市政 再次的强调 台中市人的健康不容许有误差值 希望他尊重 尊重台中市议会通过的自治条例 我们在自治条例里面没有漏差值 所以希望中央能够去重视我们中部人民的健康问题 不能够他错误的政策一直把台中中部地区的健康问题拿来开玩笑 邀请我们各党派的议员都来签 因为这个是真关系到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所有的市民的健康问题 那我们也希望台中市政府能够更重视这个问题 绝对不能让他们来做任何的退让